坦白講 先生的片段變化 比較多 錢錢錢似乎成了 柯市長眼前最在意的問題 台北文創下一步怎麼解 柯文哲搶當何是老 卻遭批密室圖利 合約關係的第三者 讓陳平這個拿走 我想這個就是 百分之百的密室協商 還是要顧及到法治的層面 到底法律的規範是怎樣 我希望是說柯文哲市長 在跟任何人談判之前 他都要了然於兇 連民進黨議員也看不下去 柯文哲和陳平富邦 關起門來喬事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 重劃抨擊 甚至有任何人 跟他的意見不同的時候 他就透過各種媒體 或者透過各種管道 來打壓別人 這不是白色恐怖是什麼 這好像變成白色恐怖 有那麼厲害嗎 這白色恐怖 柯文哲不認密室圖利 郝龍斌更批評 如果趙騰雄 拜會馬英九是圖利密會 那柯市長與企業主密會 這又該稱為什麼 柯市長一再強調說 他沒有密會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密會 私相授受 那不一樣啊 他們是協商以後 錢變成財團的 我們是要去協商 把錢增回來 這不太一樣 不過我想是這樣 至少我們都很公開 柯蔡密會 柯文哲IP 兩套標準 另一頭的大巨蛋案 總統府決定反手為攻 公開呼籲柯文哲 要儘快將馬英九 移送偵辦 如果柯市長真的認為 馬總統有罪 就請柯市長 儘快移送偵辦 而柯市長也需負起 應有的政治與法律責任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他一定要還是要跑完 程序正義還是要注意 柯文哲炮打B案 講求快很準 程序正義放一邊 想衝破法律防線 可得小心後座力 謝謝人先參與 台北採訪報導